重庆市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 在担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不到一年的时间 成立了所谓国际性的前沿科研机构 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作为普通警官的王立军 在这个研究中心却练成了教授、研究员和著名法医专家 并且发表了多篇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学术论文 王立军被薄熙来连升三级空降到重庆后 这个国际性的研究中心也戏剧般的被王立军随身携带 在重庆西南大学亮相 然而这个规模巨大的研究中心 在王立军闪电倒台的同时却又悄悄消失了 那么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哪里 他们到底是研究什么 谁是真正的背后老板 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大陆官方媒体网站声称 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是中国公安系统唯一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它与国内十几个大学 全世界十几个国家一起研发 涉及解剖和器官移植研究等多个领域 不过打开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网页 只能看到与研究中心不相干的广告 记者多次在上班时间致电研究中心 也没有人接听 最后在锦州市公安局找到了答案 2006年位于北京只属于共青团中央的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授予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一项所谓创新特别贡献奖 奖励这个研究中心对注射药物后 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的研究成果 并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 王立军在颁奖大会上发表感言时 坦承研究中心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供体 而王立军2003年调任锦州市公安局长到2006年获奖 期间也就是两年的时间 他无意中说出了 在两年中他们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 并且是活摘死刑犯的器官 王立军一个三级市的公安局长 从哪里找来这么多的死刑犯呢 自身法学专家赵远民告诉新唐人 中国的死刑犯每年最多也不到五千人 而且得到死刑犯器官需要司法 医院家属和本人等多方面的配合 王立军两年做这么多器官移植 只有拥有超权力的盖世太保释组织610才能做到 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 法轮功需要打死白打死算次杀 那么这个器官的来源 我们推测大部分是来源于法轮功学院 也就是说在他们做器官移植手术和器官移植的研究的时候 他们杀戮了很多法轮功学院 他们才有可能在这方面研究上面取得一些进展 王立军到重庆立稳脚跟后 重庆西南大学又出现了重庆市公安局现场心理学研究中心 王立军是中心负责人 升级为可以带博士生的导师 去年9月开始招生 今年9月开班 现在王立军的闪电倒台 西南大学重庆市公安局现场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网页 几乎删除了过去的所有信息 那么谁将对考生负责 记者致电西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院 负责招生的老师对今年的招生情况支支吾吾 怎么也不肯回答 今天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呢 明天招不招还不一定呢 那王立军他是这个中心的负责人 他现在不在了 他的会成了谁负责呢 这个呀 这个学校自己的安排 出了这个事情我们也没办法 时事评论家邢天航质疑 这个随着王立军的起落而兴衰的研究所充满了神秘 是谁让王立军这么一个没有背景的三级市警官 在中国大行其道 对于法轮功进行镇压破坏打击的这种事情 从上到下 从资金的来源 物资的使用 人力的配备 以及这个各种审批的环节 这个环节的话 都是开立正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 王立军这个研究中心 进行活体人体器官移植研究的供体 主要来源于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 追查国际的网站上 还可以听到活摘器官现场持枪警察的录音证词